各位物理班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示范一下集题里面的题目 我们今天做的题目是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的第23条 看看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试金属比热容量的实验 认识题目 我们看看A部分 他给了很多资料 我们有什么资料呢? 我们一路顺着题目 他说如果要量度电热气输出的能量 添加些什么呢? 如果你有看过书的例题 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加一个招耳计就可以了 招耳计在哪里呢? 招耳计应该接着电源 因为这边接着电源 招耳计再招耳计 这边再招电源 就知道有多少电进去 好了,B部分 为何要站住呢? 简单来说,要减低经过 如果只是减低热的散失,不够 加快站在这里,其实是说明被减低经过传道 减低经过传道所生失的能量 因为桌子会传热到桌子上 第三部分,如果上课有留心 为何要加些油进两个小孔 这两个小孔,就是这里一个小孔 这里一个小孔,这里一个小孔 这两个小孔 C part 为何要用? 第一,这里有两分,应该要加两个point 第一个point应该是增加接触 增加接触面 但为何要用油呢? 因为油的比叶容量低 所以它不会吸收你很多能量 所以令到实验就会更加净 D part 去到计数部分 它叫你算金属的比叶容量 如果您记得比叶容量 只有一条公式 就是E等于mc delta t 好,过程中用了多少能量呢? 这个就是12,200 这个东西的质量是1kg 这个C我们不知道的 温度的改变就是36-25 所以如果用计数机 所以如果用计数机的话 先计计36-25 这是11 即是12,200 等于1乘11 即11c 你会看到大约 C等于1109 JKG-1 导C-1 记住物理科 必定要设定单位 否则整个答案 你就没有计数了 去到2 part 建议一个方法 提高实验的准确性 那你看一下 这个实验还有什么方法 其实 如果你心碎清 看到这些东西都会热的 热会有能量散失 那我如何减少能量散失 很简单 我将它用棉花包住 你怎么写呢 用棉花包住金属 作用是什么呢 减低 减少 能量 或者叫做热的 散失 OK 一条很简单的题目 就完成了 希望帮到同学 OK 加油 拜拜